王岳 踢成外星人了 还敢来不 跟妈妈在一起就没好事是吧 不是踢毛就是 完了 整这样了 一会儿那个充好垫的再给你修修啊 同志们 这个大的垫垫子没垫了 完了 充足垫这个垫水 换了个小的踢着毛的 剃脚毛的凑合剃一下 啥子 要买葱子了 怪妈妈啊 妈妈水平有限 这样不错了 剃脚毛的剃的容易吗我 太难了 同志们可不可怕 从外面回来就全饿了 从冰箱里抓了个排骨出来 我妈的那个熏排骨 前两天煮熟了的 直接抓出来啃了算了 然后我抓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地方缺了一块 我怀比我老公已经啃过了这个排骨 我今天跟我妈说好了 叫我妈过来吃晚饭 我菜都买了 等我妈打完牌 要五点半以后 六点钟才能到家 所以还紧等着呢 所以我先要啃点 我家狗听说我吃啃排骨了 立马过来了 立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咱咱喱 也是 急得直打转 不可以吃了太咸 这个也是 一马从狗窝爬出来了 太咸了 小狗不能吃 妈 harmful cultivation 就不吃了 太饿 现在 distributed 有饼干呀 啥的零食都有 懒得吃 不想吃甜的 不想吃口咸的 来个封面 别闹啊 哦耶 看 哎呀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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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残忍了 这大排骨 好咸 我跟你讲 这排骨好吃好吃 好吃是好吃 它有一股熏的那个味道 腌的那个香味 肉很干 已经被风干了那种感觉 有嚼劲 但是呢 它毕竟是辣糊 这么空狗吃好咸 有点咸 这个中间这一块还可以 咸蛋四种 两头就挺咸的 这得喝不少水了等会儿 噔噔噔 啃完了 好咸啊 还剩了点这个肉筋筋啥的 其实我不怎么敢给它吃 太咸了 尽量把它啃完 剩点肥的在上面 然后呢就这一个排骨 我说要这两个狗头看着 我是掰断呀 给它们俩一人一半 我倒是想 那掰不断呢 用牙也不行啊 这肥的把牙绷了 绷掉 这咋走呢 咋走 哎呀 肥的还不要 不行 怎么办 给谁 要不要 要定了你们看见 我想给小胖子算了 小胖子也不喝牛奶 你老喝牛奶 我给你倒牛奶喝好不好 嗯 哎呦 给你倒牛奶 公平一点 给他吃这个骨头 好吧 你吃骨头 好 那你过来喝牛奶 不偏心 这个我实在掰不断 我这掰断了 我非得把牙给崩掉 你喝牛奶 他不喝牛奶 你喝牛奶 好吧 公平一点 这样不就行了吗 你啃骨头 香不 香不 采访一下 护身吧 别咬妈妈 香不 咸的吃完了要吃点甜的 你说咋减肥 八泡粥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才移栽过来的一个 一株那个 应该是好几株 嗯 一株那个 叫什么 月季花 一种长在路边最普遍的那种粉色的 然后 在我单位的院子里呢 它长得特别茂盛 你知道吗 然后 我看看家里 我就专门把这个 把这个爬腾 这个是田漆吧 好像说是 这种是田漆 特别好长 就像草一样的 随便长 我把它给拔了 然后我想种这么多土 光种田漆有点浪费了 种这个月季看能培植活吧 看能养活吧 你在单位接地气的院子里 随便擦几株 它就活了 我已经浇透水了 然后下午看一下 我上午种进去的 下午看了一下叶子好像还可以 没有面 应该能活 感觉 毕竟这么多土 这么多水 营养够了 看多粗 这个单位的月季 这个也是我以前从别人那掐的枝 然后擦在单位的那个 擦在院子里 种活了的 现在长多粗 它这一个根 发出了这么多 纸条出来 这应该是最开始的那个煮 煮蛋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前几天擦的那个 一个杜鹃上的那个残肢 好像也活了 你看 随便一擦它竟然活了 就从这盆杜鹃上面 那个掉的 掰掉的 哎 擦上 我现在别浪费啊 我就擦到这个空盆里了 这还擦了个月季 好像也活了我感觉 是吧 这个好像也活了 擦呗 好玩呗 这种活了多好看 我感觉能活 所以生活处处有惊喜 只要你抱着希望 你知道吧 发现没有这个花一到下午 叶子也干了啥的 需要每天都浇水似的 那个绣球也是 你看 一到下午 叶子全粘了 焦多了也不行 焦多了也怕能死 这颗也是 这颗算了 这颗我得站上去接 我得看一下楼下有被子呗 这浇得比人家被子伤 还好 没有 今天没有料 水都是漏到我自己家阳台里的 这个地上 然后那个啥 我一般我浇水 我会看一下楼下有没有东西 看万一有留在下面的 因为这点小事影响灵女的关系 引起纠纷就不好 对吧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做个有素质的人 下面的那几盆特别不好浇 连勺子伸不进去 这梁台太小了 梁台太小了 没地儿放实在是没办法 你看容易嘛 这屁大点地方你想得重要 浇个水都不买 要下班了 你穿得这么像新郎官 你去了人家还把你当外宾呢 去黑 我想豆腐炒童蒿 哎呀妈呀你真黑呀王老婆 你这手机里看的真的是 我这个白人我怎么嫁给你 这么个黑人呢 真不适合你王老大 真丑 王六月的这个大妈跨 那个大妈坐 在这儿 老大 fue 你的椅子咋这么不坚定 你刚才说不想去 你这会儿又想通了呢 天火发射 原子弹 现在他那生意不好了 不排队了 我觉得你星期五好不容易 好好吃一顿 把肉吃饱 吃最好吃 最好你吃够一个星期的量 还是牛肉好吃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还这么凉 咱们来爬山来 快点 你们为啥 那个晚上敢爬山了呢 以前我晚上是不爬山的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山上已经改造了 新加了桌椅 新加了桌椅板凳 加了那个路边加了木灯了 所以不要紧 所以晚上爬山的人也挺多的去做 你看多美的夜景 万家灯火了 一会就要亮灯了 一会就要亮灯了 喝水吧 那这前面打电筒的三个人 是在找什么 找渔翁 就说的 找什么猪猫猪 然后我问了 他们说 他是那个 找钱 我怀疑 是不是像找无功 什么之类的东西 明早 明早上我们去那个 吃鸭血肠粉行吗 不吃 为什么呢 你不是不是这种 勤俭学的老太太吗 你是哪有热闹 你就去哪吗 她会花钱 你昨天我还问你 你说你微信里面还一千多呢 你打牌输了 说不说话 你要给我吃饭 说话你要给我吃 不说话 你要给我吃 明天不去了 去吧 好 明早我们早点起来去 不去 哪跑到哪去吃 我才不去 就老大总公司对面 我去 我们不再把老三喊上 老大喊上 我们一起吃 早上吃早饭呢 老大人家忙着 自己六十年 那才回去 回家明天早上 他要睡着 他起来个收拾 家家收拾的要整饭 整着他要在夜来上班 那最后 你去吃 我们也去 我们都去 你想买啥吧 你就说 你就提出来了 我给你勾的是吧 那种 楼空的 什么眼睛 行 行 好 今天就要逛街 嗯 好 拜拜 不吃饭 要去买衣服 花更多的钱 把饭钱省下来 八块钱 然后我决定先请他吃 明天吃 吃个早饭 然后我们再去逛街 就这么决定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拜拜 明天见 祝你们晚安 嗯 我 不 疯 哟 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